大家好,我是云姐 又到了金菊丰收的时候了 每年这个时候,云姐都会做一大罐金菊蜜饯 金菊蜜饯,很多人不知道 它有一个特效,就是指咳嗽 特别是对于小孩的咳嗽 我们家呢,有一大小孩就是我老公 他抽烟,而且一感冒必咳嗽 所以每年一定要准备满满的一罐 你可以会喜欢真吃金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做一罐蜜糖金菊 看你怎么做的,很简单 第一步,清洗 放少许盐 让它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要把这个去掉 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会好一些 再把它切边 这里面的籽呢,一定要保留着 因为它的作用是化痰 锅里放水,先烧开 水开后呢,再放入冰糖 水和冰糖的比例是1比0.8 就是一斤的水 配8斤的冰糖 然后,不停地搅拌 持续糖 全部融化 糖完全融化之后呢 再倒入金菊 在大火先把它烧开 煮开后 在小火熬,熬到它浓稠为止 煮到这样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凉,再装罐 凉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用玻璃罐装 一定要用玻璃罐哦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随时的把它用来 冲水喝 或者是当零食 都是非常不错的 谢谢大家观看云姐的视频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全家幸福 记得收藏哦 拜拜